十三,《星島日報》,車位也瘋狂赤價貴過住宅 2015年7月4日超級體樓王其 25流河俗良健天水圍嘉湖山莊早前一個車位 以74萬元估出,即有代理計數話 以該車位面積約七十方七計 赤價於一萬元,較遠的二房赤價約8500元 還要高出一節,起了,不足半個月 近週嘉湖山莊在有車位以七十八萬元轉手 創出F市新高,料赤價進一步拋離屋遠的樓價 對於車位、公屋及居屋等,屢然高價成交 有資深投資者直言,現時不是磚頭有價 而是銀子不值錢,資金氾濫 人人有錢,即使洗碗亞嬸 手上都有數十萬元,難怪世界物業成為追捧對象 私家車不足五年增十萬兩 當然,除資金氾濫外,近年私家車數目急速增加也是主因 據官方數字,今年直至四月私家車累計登記數目約55萬兩 較2010年的約45萬兩,增加了約10萬兩 同期,也沒有十萬個住宅單位落盛 新增私家車位數目只會更少 自然形成功不應求 有車位投資者分析稱,近年政府圍購穩地建樓 就以港島東區為例,之前多個臨時停車場的地皮 以備收回建樓,因此港島東也鬧車位慌 所以看好區內車位前景,估計今年仍然有二至三成升幅 當然,世界上沒有必賺的投資,每一種投資工具也有一定的風險 有大行工商部統時指,過去數年,由於經濟環境好 私家車數目增加速度快,車位需求大,收租回報理想 但當環境轉差,車主需要資金周轉 都會先向車此品私家車開刀 自然不再需要租用車位 所以車位的租金的幅隨時交住宅大,造價波幅大 這一點投資車位不可不知 Kindoleung.com 站文 梁健